烧香拜佛 占卜算卦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先了解下这个命值的是什么命 俗话说人命天注定 这个所谓天注定的命 其实只是在业力作用之下 所做出的无数的你根本就不自知的自动化的反应而已 这个命的主体 其实也并不是自信本来的那个你 而是由贪嗔痴驱动的那个肉人 你的业力越重 这个肉人的反应就会越自动化 你活得就越痛苦 你在强大的业力作用之下 身不由己不断地做着各种自动化的反应 有身体上的 有情绪上的 然后这些自动化的反应呢 又会继续让你种下更多不好的因 将来会结成更多不好的果 再产生出更多的业力 然后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 于是你就这样被业力不断地推着走 你所走出的这个人生轨迹呢 就是你现在认知里头的这个所谓的你的命 这个命从本质上来说 其实都只是在这个三维世界里的像而已 既然是像 那其实早就已经是已经发生的果 所以凡夫俗子们不断地去算命 烧香拜佛求改命 求消灾避祸 求平安长寿 升官发财 其实都只是在围绕着那个 已经成为了既定结果的向上打转 这样做怎么能改命呢 至于如何真正改命 以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要看到了这一切的本质和真相 不要在这个向上打转 而是揪起本源 抛开果 直接从阴上入手 提起觉知 链接那个清明的本心 让本字句足的本我 成为自己的真正的主宰 摆脱肉人业力和习惯的自动化反应 彻底踏上成为我的肉身主宰的修行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